美国计划在台湾建立美式武器生产线 这预示着台湾的军事力量将显著增强 最近美国政府打算与台湾合作 共同生产武器 旨在增加美式武器的产能 并加速向台湾交付武器的速度 这一举措有望使台湾在武器装备上 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 然而这个合作计划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 许多关键问题尚未明确 比如具体的合作模式将生产哪些武器 生产地点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 以及美国是否会向台湾转让相关技术的 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但可以预见的是 美台之间的这种合作 无疑将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 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 美国一直以来 在联合生产武器方面非常谨慎 以避免技术泄漏 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放宽限制 同意与台湾共同生产美式武器呢 最终又会在台湾生产哪些武器呢 考虑到联合生产武器 可能涉及美国机密武器的技术泄漏风险 避见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 多持保守态度 但此次选择与台湾合作 很可能是出于美国自身武器 互存不足的考虑 由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武器 导致其国内的武器生产线面临巨大压力 库存急剧下降 难以满足其他国家的武器需求 具体来说 美国已经进行了多轮对台军售 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零部件 海马斯火箭炮 鱼叉导弹 暗房系统等等 然而 由于乌俄战争的影响 这些装备的交付时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延迟 最近 美国又签署了一项新的对台军售案 计划向台湾出售60枚鱼叉2型反舰导弹 和100枚M9X响尾蛇战术空对空导弹 但同样受到乌俄战争的影响 这些武器的交付时间也可能受到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 美国对台军售的多个重大项目 都面临延期交付的风险 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中 包括F-16战斗机和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 零部件在内的关键装备可能无法按时交付 此外 独自防空导弹 48克瓦查重型鱼雷 以及海马斯火箭炮等装备的交付时间 也可能被推迟到数年之后 例如 美军售给台湾的66架F-16战斗机 预计要到2026年才能交付 而M109A6自行榴弹炮的交付日期 也被推迟到了同一年 甚至台湾购买的M109A6自行榴弹炮 还一度被美国叫停 至于海马斯火箭炮和鱼叉反舰导弹系统 则可能要等到2027年和2028年才能交付 然而 台湾提升滋味能力的时间 已经刻不容缓 作为台湾的主要乃至唯一武器供应国 美国如果不能及时交付武器 将对台湾的防务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 美国提出了 与台湾联合制造美制武器的折中方案 希望通过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台湾 来解决武器延迟交付的问题 这可能包括将独自防空导弹 和海马斯火箭炮等装备的生产线 移至台湾 以加快生产进度 并确保及时交付给台湾 其次就是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武器库 台湾部署了爱国者导弹 天空导弹基地等先进武器系统 其每万平方公里 拥有坦克429辆 火炮462门 装甲车402辆 以及超过3000枚的战术短程导弹 堪称一座现代化的军事装备聚集地 然而 这些装备中有一部分异显老旧 性能难以满足现代战争需求 一旦战事爆发 恐怕难以支撑长久 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耗尽 且缺乏足够的库存作为补充 这将使台湾面临严峻挑战 鉴于乌俄战场上的武器消耗之举 如海马斯的弹药和便携式导弹等 台湾现有的武器装备存量 也显得捉襟见肘 一旦战争爆发 很可能迅速消耗殆尽 虽然美国在关岛 冲绳等地储备有武器 但难以迅速支援台湾 因此 美国计划在台湾建立军火储备 以延长台湾的抵抗时间 等待美国或其他国际力量的救援 为避免重蹈乌克兰的覆辙 即战争开始后 军援才陆续到达 美国希望提升台湾军工厂的自制 生产和储备能力 特别是针对不对称战争至关重要的四种武器 独自防空导弹 48克瓦查鱼雷 高机动火箭炮和反舰导弹 至于具体在台湾生产哪些武器 美国尚未给出明确名单 但理论上讲 台湾对台出售的任何武器 都有可能成为联合制造的对象 如鱼叉导弹 海马斯火箭炮 独自防空导弹 以及M9装甲车等不对称战争武器系统 其中 链携式防空导弹和海马斯弹药的生产 已得到直接确认 美国的战略主张是在台湾使用小而高效的武器 来对抗强大的敌方武力 正如乌克兰在抵御俄罗斯入侵初期 使用坚扛式火箭摧毁坦克的战力措施 低成本高科技战争博士在台湾同样具有视误境 美国在乌俄战场试验成功的低成本武器系统 如标箱反坦克导弹 其技术和生产线均有可能与台湾分享 相比之下 F35战斗机等高端装备的生产技术则不太可能被分享 此外 无人机作为低成本攻击手段 正逐渐改变战争形态 它们不仅能提供实时战场情报 还能执行对地精确打击任务 甚至扮演自杀式巡航导弹的角色 无人机以其高效且经济的特性 成为台湾提升不对称作战能力的首选 台湾已将无人机列为寄军机 潜艇自造之后的右翼发展重点 以增强防卫自主性和不对称战力 例如 亚洲无人机 AI创新应用研发中心的成立 以及中科院研发的 建翔腾宇二无人机等项 都彰显了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 努力和成果 其中 腾宇二无人机具备挂载多种武器的能力 包括台湾自制的反舰导弹等 为台军提供了强大的反击火力支持 非对称作战的核心思想 在于避开对手的优势力量 集中攻击其薄弱环节 无人机作为非对称作战的 亡台武器之一 将在台湾未来的防卫体系中 发挥重要作用 无人机在行动前期负责目标侦查 行动过程中直接参与打击与毁伤评估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若无人机数量不足或性能不佳 前期侦查便需依赖人力情报 效率与效果均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 有人驾驶空中平台及商业摇杆卫星的图像 在危险程度 时效性及准确性上 均难以与无人机侦查体系相媲美 对于台湾而言 缺乏侦查卫星及高级有人驾驶侦查平台 无人机的作用更显关键 回顾美军历史 若以捕食者无人机广泛应用前为例 其侦查打击行动需依赖所言 长驱棍球等侦查卫星 以及URR-135等侦查机进行情报支援 与毁伤评估 而现代打击行动中 战斧巡航导弹 战略轰炸机及各式精准制导战术飞机 在周密策划下各司其职 完成打击任务 美军具备这样的实力 但要求台湾完全照搬 显然不切实际 在无人机对抗领域 伊朗堪称典型 无人机已成为伊朗非对称作战的王牌 通过多架隐身无人机执行侦查 发现与跟踪任务 结合多种无人机与反舰导弹 中远程导弹及潜艇的协同作战 若策划得当 即便面对美国航母战斗群 也能构成显著威胁 这种战术思路 在台湾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若美国愿意分享无人机技术 台湾或将迎来新机遇 除便携式导弹无人机外 爱国者导弹 及鱼叉导弹的生产链 也有望在台湾落地 然而 仅凭台湾现有的防空与地对舰导弹 战时恐怕难以持久 双方实力差距明显 关于是否在台湾建立鱼叉生产线 尚不确定 但爱国者导弹的生产 已出现端倪 目前 台湾主要部署爱国者三型导弹 及其升级版 能有效拦截 敌方600公里射程类的弹道导弹 此外 台湾还向美国采购了 爱国者3MSE增程型导弹 其射程更远 防御性更高 增强了导弹的命中与摧毁能力 填补了战区高空防御 与现有导弹系统之间的空白 为了确保爱国者导弹 在台湾的正常运作与高效维护 美台双方经过深入协商 决定由美国政府出面协调 安排爱国者三导弹制造工厂 派遣一支由资深技术人员组织的 大型代表团 长期驻扎台湾 此前 美国虽也曾派遣技术人员赴台 但均为短期交流 此次长期驻台 估计人数显著增加 更标志着双方合作 进入了新的阶段 性质上有了质的飞运 鉴于爱国者导弹所预含的关键技术之重要性 双方可能采取的合作模式 是台湾负责生产部分关键名部件 而最终的组装与测试工作 则在美国本土完成 这样的安排既确保了技术的安全性 又充分利用了台湾的生产能力 对于战机等更为复杂的武器装备 国力方面的专家普遍认为 美国不太可能全面分享其组装技术 或允许台湾自主生产整机 一方面 这些技术的保密级别极高 另一方面 美国自身拥有充足的战机库存 无需通过外部生产来摆住需求 特别是在当前的乌俄冲突中 F-16等先进战机并为大量投入战场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 美国在这方面的自信与从容 至于战舰的建造 考虑到台湾在这方面的技术积累 与实力相互有限 直接建造大型战舰可能并不现实 因此 更合理的选择是通过采购的方式来满足需求 以避免因自建战舰而导致的资金分散与资源浪费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美台双方已就合作事宜达成初步共识 但具体的合作内容与细节仍处于商讨之中 台湾方面提出的建议包括 美国国防公司可以在台湾授权制造武器 或者利用台湾生产的零部件在美国进行组装 这一过程将涉及长时间的讨论与筹备工作 预计将持续至2023年 甚至更长时间 技术转让对于台湾而言 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因为它能够显著提升台湾本土的军事实力 与武器研发努力 然而由于导弹 无人机等关键技术的高度敏感性 美国方面在转移这些技术时可能会持谨慎态度 因此台湾方面需要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 通过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合作来逐步推动技术转让的进展 另外一种可能的合作模式是生产链的转移与合资建成 例如美国著名的军火商 古雷神 洛克希德等 可以在台湾设立合资工厂 由美方提供先进的机器技术与生产指导 而台湾则负责提供土地 劳动力等资源 这样的合作模式 不仅能够加快台湾获得先进武器的速度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台湾本土军工厂的升级与发展 然而这一过程中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与不确定性因素 如联合生产许可证的申请 技术保密与利益分配等问题 都需要双方进行深入协商 与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 美台之间的武器合作 虽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与不确定性因素 但双方已展现出积极的合作意愿与努力 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与拓展 相信未来台湾的军事实力 与武器装备水平将会得到显著提升 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持冷静与客观的态度 来看待这一合作进程中的 每一个进展变化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